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彭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雷文汪 大家好 紐西蘭義德台仰 大家好 和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部和三台沙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逆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現在在美國,明尼蘇達州 變成一個很敏感的地方 為什麼呢? 首先,關於上年這個George Floyd 之死所引發的所謂的 Bed Life Matter運動 就是在明尼蘇達州那裡開始 而現在殺害這個George Floyd的警員 正在受審的時期 每天都在報的 說他受審說了什麼 有直播的 竟然在同一個地方附近 又發生了一宗警員 開了這個棒棒 敗了一個非洲裔的美國人事件 結果震驚了整個美國 整千上萬的非洲裔的人都在吵 結果昨晚又在明尼蘇達州 引發過百人的遊行示威 聚集了在邵氏的警局外 警方出了這個防暴警察對峙 大家鬥到已經含含 那些人都跳上車等等 美麗風景善在現 到最後就是 警方唯有再施放催淚彈和閃光彈 聽到很多槍聲 橡膠子彈等等 都出齊 那這件事的受害人是什麼呢? 就是一位二十歲的非洲裔美國人 叫做拉特 中文英文叫做Wright 那整件 開頭呢 這個警方就說 最開頭 警方的說法就是 我們警方巡邏的時候 就發現了他的車 見到他的車的 那個Tag 就是那個License Tag的地方 是過了期 而且他是有這個通緝的 他有一個通緝令是通緝他 所以我們就 撲他 撲他 就是叫他拍到一邊 叫他出來 是 但是誰知道 就發生一些衝突 最後就 砰 這樣 這個是最原始的說法 但是昨天就 剛剛沒有多久 這個 他們的警方 就 因為當時 現在那些警察 每個人都要做個Body Cam 就是掛著那個 Camera 看他們怎樣執法 於是 就 用Body Cam來看 就是說 他當時 就叫 撲他 叫他出來 後來他竟然掙扎 他想 翻上車那裡 一說要翻上 因為他已經掙扎 爭掉了一個 一個警員 於是在旁邊的女警 就大叫 我會用Taser 我會用電槍 電槍 我會用電槍電你 叫了三四次之後 誰知道 之後他拿東西 說 Shit 這樣說 我射了他 拔錯電槍 變成是 整件事的經過就是這樣 現在 根據受害者的母親 叫Kate 就說 當時的兒子 想上車 拿起電話 跟他說 我被警察 叫我 停下在一二邊 這樣說 無論怎樣也好 現在整件事 就是 明尼蘇達州 平靜了幾個月 現在又再來一次 是很慘 大暴動 根據那個 通緝首令的問題 根據他當地的警方 警務處處長那些發言人 那些說 關於那個 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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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清楚的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 很嚴重的罪行 我們才會知道清楚些 可能 是一個很輕微的罪行 所以鋪它 因為實際太輕微 你們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多少宗 輕微罪案 是不是 在這個美國 很多人是犯了一些輕微罪案 你鋪它 我們現在不知道 到底這個波羅 是甚麼事 這樣說 現在拜登都出了聲 基本上 就說 大家要冷靜冷靜 冷冷冷冷冷冷靜 這樣 由這件事可以見到 其實說 就說到 是很 就是說 會平等等等 其實 是很緊張 一有少少事 就啵啵啵出來 就是那個種族仇恨之間 反正的 現在始終那個 種族仇恨那個 緊張程度 是非常之繃緊的 少少事 就會 整件事 就會發酵得很快 而且還是很嚴重 一直都是 沒有太 舒緩得到 大家那個 緊張情緒在這裏 而且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 是一件意外的機會 非常之大的 還有 現在美國政府做的事情 即是當 預裝知道是有問題的 它是做得很快的 馬上就處置它 很多時候 要給一個交代公眾 還有可以盡快把這件事平息 不過到目前為止 還是這麼緊張的話 你 是 有時候是 一些意外 每個人都不想的 我個人認為就 是不是 但是 始終都是 那個種族 那個緊張 還是非常之厲害 其實 首先我是這樣看 這一個 受害者 它是有些問題 現在問題就是 基本上 當那個警察 叫你 下車 他下車 叫你 可能要你趴下 等等那時候 在美國 你是完全聽了 是一個常識 但是 你竟然 竟然 掙扎 有些肢體碰撞 跟那個警察 而且你撲上車 你這個動作 是令到很多人 很懷疑 不知道你想怎樣 其實它的反應 是不應該這樣 當然我不是說它完全錯了 但是這個悲劇 就是源於雙方沒有信任 喂 我的警察叫你下車 之後 你竟然掙扎 好了 掙扎不止 你還想撲上車 究竟你想怎樣 大家都猜到 萬一你那裡有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 拔出來 我會沒有命的 但是另一個 就是另一個 可以說悲劇的地方 就是 為什麼會拔錯槍 這件事情 是有一點點令人懷疑 這個我相信 就只能夠去 有關方面去查的了 究竟什麼原因 它是專門 還是真的一個意外呢 我相信他們都會 成立一個 獨立的調查 去看看究竟 真正是 發生什麼事呢 不過你說 就是人家叫你 警察叫你停在一旁 或者警察會不會 會本身他們 有更粗暴的行為 在先呢 而導致 對方會有掙扎呢 就是這些細節 他們都要找出來 查清楚 嗯 而現在那個死者的哥哥 就跟記者說 你們這些警察說 我弟弟身上有通緝令 但實際上隨時 這件事是你們亂說的 因為連我弟弟可能都不知道 他自己有被通緝 他是這樣說的 而現在警方所說的 有通緝令 這件事他們都是說 我們 對這個通緝令 我們知道是很少 這樣說法 就是 這一個也是警方 可能是為了 講錯話 都還沒頂 知道糟糕的 但是 美國這個情況到最後 我相信真相會 刮出來 一定是刮得出來的 那麼 現在呢 大約有五百個 明尼蘇達的 國民警衛軍 已經動身 衝了進去 就是衝了進去 這個明尼蘇達州 其實就 就是看著 因為時間 實際上是很敏感 尤其是George Floyd這件事 萬一George Floyd這件事 是告那幾個警察 是沒有這個 是有其中一兩個 或者是輕判等等 是什麽事都會發生 那再加上這件事 明尼蘇達州的警察 在他們現在 這班示威者心目中 都是十分之差 而其實 就是那些警察 是對於有識人 總有偏見這件事 是一直都 就是 極都是很深 其實是沒多久之前 都有一件事 就是一個維珍尼亞州的警察 那他們有一條影片 放出來 就是在這個十二月的時候 他們又是 鋪了一輛車 在油站那裏 那裏 他們去到那裏的時候 原來車上那個人 是一個黑人的 非洲裔的軍人 軍人 那那個警察 就不理他 就是 不知道有什麽 口角 但是當時那個 那個軍人 已經舉了雙手 在那裏 很正常 舉了雙手 在那裏 沒有反抗 但是他們仍然是 用這一個 就是 用一支棒棒指著他 然後噴他 噴他 用那些胡椒噴霧 那些噴他 這件事也是引來很大的迴響 就是其實 因爲那兩個警察是個 白人 而且還用棍拗他 就是 由始至終 那個軍人 他是沒有反抗 在車裏面舉了雙手 我什麽都沒有 仍然都噴他 那這件事 就是在美國來講 你這樣對軍人是不可遙恕的 結果就 現在這個警察是被 開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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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火 這樣 可以見到其實 前線執法的那幫警察 是有少少 在美國的 不是全部都是壞 但是有時候 是有些偏見 對很多事情 正如我們昨天 都有一節講 那個奧泰華 那三個警察都說 是不是 說白人的日子 已經過去了 那個心底 怎麽都是有一份 這樣的情意 大家想想 加拿大 都已經 是個種族歧視 是不緊 就是 相對美國 是不那麽緊要 但是很多人 其實的心 都是有這套東西的話 在美國 是會更加緊要 而美國他們自己 都拍過一兩套電視劇 一些寫實電視劇 是講這一種現象 譬如說 有一件事也是這樣的 那套劇裡面 就是說 有個警察 誤殺了 誤殺了一個黑人 爸爸 就受到千夫所知 但是當他去面對一個 白人的神經病悍的時候 就用Taser gun 結果就被一個老警察罵他 你對一個黑人手無寸鐵的 背著你的你就扮他 一個拿刀的白的 你就刺殺他 你是不是瘋了 直接是這樣罵 就是這一套劇 結果是 在PBS上播的 十幾年前播的 Exactly的名字 我忘記了 結果都是十分之不收得的 美國是很忌忌 這些事情 當時十幾年前 有傳媒有心人揭出來 但是當時的人 不去正面 面對 現在 終於霸王 因為那套劇 是用真人真事改編 其實在社會上面 是不停地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相信拜登搞得行 叫州長給錢 給受害家屬 邵氏的警察是要絕對公正 應該會搞得行 其實通常這些事情 一出到National Guard 整件事就停了 大家都知道這條街在哪裏 再玩下去 再搞下去 就過了火 你National Guard出了 那些人就會收聲 那這件事 特朗普就控制不了 特朗普不會控制的 如果特朗普到現在還執政的話 他會激化整件事 他是不停地說的 我相信他會不停地說話 放肆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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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他會說你這幫暴徒 暴民 law and order 搞定他 說這些事情 這個就是特朗普的做法 很多人批評特朗普 其中一件事 他不是一個正常的政壓 他是喜歡搞屎棍 sturfing up sturfing 是 他說正常的從精人 就是有什麼大事化 小小事化 他不是這一種 所以你會看他不多 無論如何 拜登的確是 一個富有經驗的政客 對這些問題 都是習慣了 過去這麼多年 他都在面對這些問題 要處理 他那一套 我個人認為 一定不會激化 第二 都會處理得很快 就不會像特朗普那樣瘋 特朗普就是激化大家的矛盾 過去的日子 特朗普日子 就是把種族的問題 激化了他 浮上水面 然後變成他的選票 現在他不好意思 歌仔唱 當然是好事 不過這些事情 我不相信拜登是會解到的了 這些300年的仇恨 是解不到的 時間解就慢慢解 這個是沒得快的 但有件事 現在那些人吹得很厲害 就是BLM那個搞手 他說新近買了一個 1.2 million的大屋 住的社區 88%都是白人 我買了一個白人有錢社區 是的 不過很多人 很多人就眼紅了 嘩 你這麼有錢的 你囚不少呢 平時 會類似這樣說 不過怎樣都好 希望不會再有事 因為現在George Floyd 那件事還在說 是很敏感的時期 出這些事 大家都害怕 因為隨時可能會變成 第二次的大示威 希望快手搞定它 好了 我們都講到這裡 我們會繼續跟進 如果有什麼新情況 多謝大家 拜拜